一心的心无一念 就是只有这一念 没有第二念 第二念这是一念 里面夹杂 二念在里头 一心就没有了 叫二心 所以 禅宗里面 参就 他不讲研究 我们世间人都是研究 这个问题 你去研究研究 佛门不是研究 为什么 研究是用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就是三心而已 参就这么讲 不用心意识 就参就 不用意识 就是不要用分别 实是分别 第六意识 不要用意 意识之主 摩那是一意识 心是阿赖耶 阿赖耶 寒藏 习气 种子 我们现在人家 落印象 印象落在哪里 落在阿赖耶 里头 所以阿赖耶 叫藏式 藏式 藏式藏式藏库 无时接来 一直到今生 齐心动念的印象 统统记录在阿赖耶 里头 阿赖耶 好像是个电脑仓库 无量接来的东西都在里头 所以你能够回忆 你能够再把它调出来 那参就是 这三样东西都不用 都不用 那叫参 立心义食参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那叫参 那这不用这些心 这心用惯了 不用这心行吗 那用什么呢 不用它 真心就出来了 你看 只要你不用分别 妙观察智 就先行 你不用执着 执着是莫娜 平等性智 就先行 你不用阿赖耶 大元进智 就先行 四肢 这四肢菩提 前面五十 叫尘所作之 这四种智慧是自信本有 没丢掉 只是因为 你有了阿赖耶 十了 有八十五十一心所 他们就不起作用 就被障碍了 你不用假的 真的就先行 用假的 真的就不能先行 《论言经》里面 焦光大肆讲的 学师用根 就这个意思 那就是惨 不要用意识 六识 不要用六根 根中之信 用见 用什么见呢 见信见 你听呢 听用文信听 用文信去听 不要用耳识 不要用眼识 眼识有分别 二识有分别 见信没有分别 文信没有分别 听得清清楚楚 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分别 那是六根的根信 用这个方法 就跟诸佛菩萨 没两样 诸佛菩萨 他们用根中之信 六根的根信 他不用六识 谁是用根 到底用什么方法 来修 没别的 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工作应酬 做不到 实实勇敢 你就用一句阿弥陀佛 来代替实实勇敢 就成功了 吃饭 吃饭的时候 不要去挑剔这个好吃 那个好吃 你有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你不就用一时了吗 又遭越了 把一切都看成平等法 没有好处 没有喜爱 没有厌恶 发发平等 看的 听的 记住的 都欢欢喜喜 不分别 不止住 通通归阿弥陀佛 要归一吗 一切都回归到阿弥陀佛 这个办法 跟令人经商 实实用根 没有那样 这是我们能做得到 阿弥陀佛